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最后,你应该设定明确的目标,以确定广告系列的成功发展,要具体但要确保你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以下是一些目标事例供你参考。 知名度同比提高X百分号,表单填写量增加X百分号,网站访问量增加X百分号。 通过设置上述目标,你可以优化和测试广告系列,以提高效果并确定成功。 根据你的目标,选择广告系列目标,确定目标和KPI后,广告设置过程的下一步就是选择目标。 该目标将确定在广告系列的广告类型。 以下是根据Google Ads广告系列指南的可用目标的列表。 销售、信息、网站流量、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应用推广。 不同的广告系列子类型会影响你所要选用的广告系列设置和广告类型。 确定出价策略和预算,确定目标、广告系列和广告系列子类型之后,就该选择正确的出价策略了。 YouTube广告系列中提供三种出价策略。 根据你的广告系列类型子类型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选项。 YouTube Ads三出价策略。 这三种出价策略的目标是CPM每千次展示费用,最高CPM和目标CPA每次操作费用。 如前所述,出价策略取决于广告系列的类型子类型。 例如,要是想要提高销售、潜在客户或网站流量,则应使用目标CPA出价策略的广告系列。 另一方面,目标CPM和最高CPM可用在提高知名度、覆盖面的广告系列中。 CPM出价策略,旨在更大程度地提高你的影响力和意识。 而CPA出价策略,旨在增加广告系列获得的总操作或参与次数。 按位置定位广告,除了选择正确的出价策略之外。 你还需要确定广告展示的位置,确定目标位置的范围,从广泛的选项,全球或国家,到更精细的选项,邮政编码或城市,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以下是YouTube广告的地理位置定位选项的完整列表。 国家、区域、州、DMA、县、市、邮政编码,从广告系列中排除位置选项。 利用地理位置排除功能,确实可以帮助优化广告系列。 与选择要定位的位置类似,你可以选择按国家、DMA、州、地区、城市、邮政编码或县排除位置、设备、使用设备、排除功能。 你能够不再特定设备、操作系统、型号和网络中投放广告。 如果你了解受众会在哪些设备上观看YouTube视频, 那么建议你从一开始就根据他们常用的设备。 网络等来优化广告系列。 如果你不知道或不确定受众使用设备的偏好, 那么建议你不要一开始就取消这些选项。 因为这样会进一步减少广告的展示位置。 投放频率上限。 设置YouTube广告系列时,投放频率上限通常被忽略。 投放频率上限是对用户在一天、一周或一个月中看到的广告数量进行限制的操作。 你为什么要限制用户看到你的广告的次数? 首先,这样会使你Google Ads向尚未达到你设置的频次上限的新用户投放广告。 其次,重要的是要考虑用户对广告的体验。 设置上限将确保你的广告不会反复播放到过多的地步。 在许多情况下,当你的广告反复播放时,会给用户带来负面体验,以至于用户对你的广告和品牌感到失望。 投放频率上限可以设置为每天、每周和每月,但建议你将频次上限保持在每天5-10次展示之间。 不建议在每周和每月级别设置展示次数上限。 因为用户在YouTube上观看视频的频率,在这些时间段可能会有所不同。 广告时段 广告系列设置过程中的最后一个排除选项是广告投放时间。 如果没有来自先前广告系列或研究的大量数据,那么建议你不要在设置过程中更改广告投放时间。 但是,如果你有数据,请随时设置广告展示时间的时间表。 你可以按一周中的某天、一天中的某时或两者结合来设置广告投放时间。 如果你的广告系列已经投放了一段时间,建议你根据结果优化广告投放时间。 制作广告组 Google Ads中的一个广告组包含一个或多个针对相似受众的广告。 在每个广告系列中,你也可以有多个广告组。 对于YouTube广告,通常建议按广告组的定位选项。 消息传递,主题或组合将广告组分开。 对于大多数广告系列,通常将每个广告系列按消息广告类型分开。 然后,通过定位选项将每个广告组分开。 YouTube广告定位选项对于每个广告组。 你可以确定要覆盖的对象,以及要在何处展示广告。 从而使你,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定位合适的受众。 人群画像,首先是受众特征。 根据受众特征,你可以根据性别、年龄、父母身份或家庭收入来吸引受众。 此定位选项能够覆盖更多的受众。 但是,此选项所带来的回报率、参与度可能较低。 因为你仅通过一条消息,即可定位到大量受众。 其中有些人可能并不希望看到你的广告。 通常,建议你将此定位选项与另一个定位选项配对,或从观察角度将其添加到广告组中。 以更好的了解受众群体的受众特征。 关键词与付费搜索广告系列不同。 通过选择关键字作为定位选项。 你可以将广告投放到内容与关键字相似的渠道上。 例如,如果你选择SEO作为目标关键词。 然后,你的广告将被放置在与关键字SEO相关的YouTube频道或视频上。 主题与关键字类似。 通过主题定位,你可以将广告放置在与所选主题相关的频道、视频或网站上。 通常,主题定位范围很广,可以覆盖广泛的人群。 不过,根据经验,基于主题的定位,参与度很低。 展示位置。 最后一个定位选项是展示位置。 通过展示位置定位,你可以选择要在旗上展示广告的特定渠道。 视频、网站或应用。 选择与你的受众有关的视频和频道,是提高知名度或提高受众对产品服务的关注的好方法。 选择这种定位方式时,最好的做法是至少选择50个展示位置。 选择广告类型,就像你要测试受众群体定位选项之间的参与度一样。 以类似的方式测试,广告类型也很重要。 Google Ads提供从6秒到30秒以上的多种广告类型。 除了下面的广告类型,Google还创建了新的广告类型,以继续改善其平台。 Overlay Ads覆盖式广告。 覆盖式广告是显示在YouTube视频底部的半透明广告。 这些广告仅在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上投放。 由于它们的参与度低,我们倾向于从它们身上倾斜。 但不要因此而阻止你对自己的受众进行测试。 Skippable Video Ads可跳过的视频广告。 可跳过视频广告是常见的视频广告类型之一。 这些广告可以在视频播放之前,播放期间或播放之后播放,并可以在5秒钟后跳过。 根据统计,大约70%的用户会跳过广告。 重要的是,在开始的6秒钟之内,用此广告类型预先传递所有消息。 可跳过的YouTube广告应保留多长时间。 通常,这些广告类型的长度应在6到30秒之间,但最长可以持续3分钟。 Non-Skippable Ads不可跳过的广告。 不可跳过的广告,非常适合确保观众看到你的广告。 你可以在台视机、平板电脑和移动设备上投放此广告类型,从而吸引大量潜在受众。 与可跳过广告类似。 不可跳过广告,可以在视频之前之中或之后显示。 但是,由于无法跳过此广告类型,因此其最大广告时长为20秒。 但你不能重新定位以观看不可跳过广告的用户。 Bomber Ads,此类型广告,使广告客户能够有效,直接地传达信息。 如果没有跳过的选项,则用户被迫查看整个6秒钟。 Bomber Ads广告是一种提高在新市场或新产品中的知名度的好方法,并且可以大大的帮助用户将其吸引到渠道的顶端。 这些广告,仅在视频播放之前展示,时长为6秒。 建议你在所有受众群体中测试这种广告类型和各种消息。 由于用户无法跳过此类型广告,因此你无法重新定位看过此类型广告的用户。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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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